俄乌战争到现在 是不是乌克兰早就已经准备要拿下克里米亚 因为这次俄罗斯指控说 当时的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无人机 攻击了一个停在克里米亚赛防港的一个运粮船 随即俄罗斯生气了 说之前跟你讲好这个运粮的协议 全部都停止 如果是在克里米亚 有无人机的情形底下 是不是代表原来乌克兰早就已经准备好 只是要不要随时拿下克里米亚 其方向如果照这样看的话 乌克兰应该ready好了 当然而且从乌克兰在反攻赫尔松开始的时候 他就已经看上克里米亚了 为什么 因为当乌克兰今天手上有海马斯多管斯火箭 同时他又收复了赫尔松 当他的射程距离可以涵盖到克里米亚的时候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 乌克兰已经不是第一次在修理克里米亚了 对于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军火库 打 对俄罗斯在这个克里米亚的燃油库 打 那你现在看到的是什么 你现在看到就是标准的 你的黑海舰队的船躲在克里米亚 你躲在赛反港里面 所以呢 你躲在这个赛瓦斯托迫的地方 我当然照打不误嘛 那各位可以想见的是 对于乌克兰来讲呢 现在是更进一步的升级哦 什么叫升级呢 我们讲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你可以注意到 对于这个俄罗斯的黑海舰队 今年最落差的就是 号称是旗舰的莫斯科号被集成嘛 然后所以当时呢 莫斯科号被集成之后呢 随即在今年5月的时候 传出来是第二另外一艘的旗舰 也是这个马卡罗夫上将号 因为没有莫斯科号之后 马卡罗夫上将号 它就是旗舰 那这马卡罗夫上将号呢 是新旗舰哦 理论上呢 它上面的设备配备也不会比较差 但是呢 5月传出来被海王星导弹击中受损 那当时呢就传出来说 它会不会被集成 结果后来 乌克兰跟俄罗斯同时都告诉你 他们并没有集成 那个马卡罗夫上将号 受伤 结果没有想到的是 5月的事情呢 在这一次10月的过程里面 你又看到什么呢 马卡罗夫上将号又传出悲剧了 又被打一次 因为在我们周末所看到的影片 因为周末看到影片 第一首先看到是无人机的攻击 而这个部分呢 是俄罗斯方面也证实 而且俄罗斯很不高兴 俄罗斯说 你们乌克兰跟我们之间有个粮食出口的这个协议 保障协议 那你怎么会用无人机来攻击我们的船呢 所以俄罗斯很不高兴 第二个是 我们看到除了无人机之外 竟然有无人艇的存在 什么意思呢 因为这次我刚刚是不是有提到一件事 就是画面上看到那一个 各位画面上看到这个船 是好几个月之前 乌克兰被人家捕捉到的无人艇 当时大家都在想说 这个无人艇能够有什么作用 尤其是美军这次支援乌克兰无人艇的时候 很多人都不知道说 无人机的作战我们看到了 土耳其的TP2我们看到了 甚至连这个伊朗的见证者136 我们也看到了 但无人艇要做什么用呢 结果没有想到是在周末呢 这一次无人艇也震惊全世界 什么意思 这艘无人艇 它其实不止一台 这无人艇上面 载满了弹药 然后直直的往这个俄罗斯的黑海舰队直去 然后呢 无人艇往前攻击的时候 你看在这画面里面 其实无人艇在往前的时候 俄罗斯不是完全都不知道哦 俄罗斯也不是都没有预防哦 甚至俄罗斯方面还试图 你看 有没有 这应该是用机枪直接扫射 希望能够打成这一艘无人艇 是 这个应该是机枪扫射这无人艇的画面 就这无人艇你看 没有被打到 然后继续还是在往前冲哦 速度很快 速度很快 然后就是这个无人艇呢 你看它一直在往前冲的时候呢 它切到这个画面是让你知道说 它就是这无人艇撞上了俄罗斯的这些军舰 用撞的 对 它就用撞的 这就是自杀式的无人艇 它上面就直接自带弹药 然后不需要人操作 所以不会有人命的损失 它就直接撞上俄罗斯的这些军舰 结果撞上了之后呢 你看火光大作啊 这就是礼拜六日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 在塞瓦斯突破的这个地方 俄罗斯的黑海舰队 遇到火光大作的情况 结果这个画面你知道 让大家看的觉得多惊悚 因为你不知道俄罗斯有几艘被打到 而且乌克兰告诉你说 我们也不止四艘 我们出动很多艘 所以我要你去想一件事情 一艘无人艇造成的损伤 可能已经不小了 更况有这么多艘 所以这等于是 这一次我们看到 在实际的战争中 真正导入无人艇的使用 就在乌俄战争这一次 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所以无人艇有可能在未来 以后世界的战争里面 会扮演重要的角色 就是乌克兰起的头 因为在战争里面看到使用 而且俄罗斯到目前为止呢 还在统计说 他们到底受伤有多重 但不高兴是一定的 所以俄罗斯说 之前跟你们乌克兰讲好的说 要签这个粮食出口的保障协议 那我俄罗斯退出 我退出了之后会怎么办 现在我退出了之后呢 因为粮食出口不能保障了 所以呢 这个跟乌克兰的运粮协议 今天看到价格就是 小麦价格大涨 又涨价了 小麦又涨价了 所以会不会造成粮价的反弹呢 这是值得观察的现象 但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 俄罗斯其实他讲的也是谎话啦 什么意思呢 俄罗斯现在讲法是说 因为我的黑海舰队预袭 所以我暂停封锁你的这个粮食 不让你乌克兰粮食出口 但你去看一件事情 这个新闻也才一个礼拜左右的新闻 这个新闻上面写什么呢 各位看一下 新闻上面告诉你说 这个乌克兰总统哲伦斯基 他在国际记者会指控 指控说俄罗斯刻意拖延 一百五十艘的运粮船通行 俄罗斯故意的 就是你俄罗斯在过去这一周 你根本就是故意让乌克兰的运粮船出不去嘛 你又不是现在才封锁 他不让他出去 你在过去这一周 你已经挡住一百五十艘了 你知道今天几艘船在内挡出不去 两百艘 换言之因为俄罗斯今天说 我暂停这个协议 也多了五十艘出来而已 这个协议之前 一两个月前就讲好不是吗 对一两个月前之前讲好 但是俄罗斯人可见后来怎样 说话不算的话 一直拖 不是拖一开始有执行 但后来说话不算的话 很显然他在战略上 可能想做到一些事情 所以他故意挡住这一百五十艘船 不让他出去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 俄罗斯今天即便讲出来了 看起来之前 你就已经说话不算的话 你就已经挡住人家 不让人家出口 所以对乌克兰来讲 他反击你是天经地义 那更不用讲说 在这个时间点 你可以看到的是 对乌克兰来讲 有收复克里米亚机会 怎么可能不收复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看 当乌克兰出动这无人艇 去攻击了俄罗斯的黑海舰队之后 俄罗斯现在黑海舰队很怕 因为你会来几艘无人艇 对乌克兰来讲 不需要牺牲人命 但是产生了效果 跟心理上的威责 你如果是俄罗斯 这些军舰上的官兵 我问你怕不怕 怕 这心理上的威责作用 对这个俄罗斯人来讲 治海权 接下去有可能对乌克兰来讲 他可能制衡的效果 非常的有限 这个无人艇真的立大功 无人艇竟然是用很好的策略 来打这个马卡洛夫上将 这个其实刚才有特别提到 是在莫斯科舰被集成之后 在俄罗斯属于旗舰级的 这个所谓的护卫舰 所以这个船被打下来 对于俄罗斯普丁来说 一定面子挂不住 不过金明兄 我们要请你来特别讲一下 这个无人艇 也真的让我们大开眼界 没有人的这个艇 它上面还可以搭载很多的炸药 小小一艘无人艇 可以炸掉这么旗舰级的军舰 其实这个是成功的以小博大 从这个无人艇的外观 可以看起来 其实蛮现代化 我直接跟大家讲 这个是美国 今年四月到五月 其实美军的这个 在专用的一个 制式的一个舰艇 美国五角大厦 美国其实他们 今年有宣布说 军援乌克兰 一批神秘的这个物质 而这神秘的物质 就是这一批USV无人艇 那这些无人艇呢 一般都是美军的特种部队 比如说海豹部队 他们正在用的 这样的一个无人艇 那也提供乌克兰的特战部队 包括之前在这个营救 他们那个亚述钢铁厂的时候 在解救乌南那个亚述钢铁厂 马力波被围的时候 他们其实就有在派上用场 然后后来到这个攻击 这个克里米亚 俄罗斯的这个军方 你要知道刚刚其实 新黄所提到了 克里米亚俄罗斯掌控的 那个塞凡堡 或是塞瓦斯托波尔 他其实在过去一点 已经偏离了那个 乌克兰他的地对地 他的一个地对地飞弹的 一个射程 也就是说乌克兰 他想要攻击克里米亚的话 他如果要靠这个 他自己乌南或其他地方 部署的地对地的这个飞弹 你不容易攻击 精准的攻击到克里米亚 塞瓦斯托波尔 或是塞凡堡 那你又要想要造成 他的混乱跟爆炸 又想要以小博大怎么办 那这一艘无人艇 你看他的这个低节面积 吃水浅 他虽然这是一个 这个搁浅的一个无人艇 吃水很浅 他吃水很浅 然后速度快 大概至少到20节以上 20节算很快了 那你是乘1.8公里 你看也是36公里以上 时速3640 在海上已经想凶 这样子跑很快 他大概只有20到40吨左右 那对比刚刚那个 画面上看到那4000多吨的 俄罗斯的马卡罗夫上将护卫舰 他现在是旗舰 黑海舰的旗舰 4000多吨跟这个40吨不到 差了100倍 所以当然以小博大 当然是小兵力大功 而且他后面是采用这个喷射动力 推进的一个船外机 什么叫船外机 一艘大船 他可以突然靠近一段距离 还没有很近距离的核心 以及被攻击的射程范围内 你就把它放下来 然后稍微通过卫星和连接遥控 然后就可以去整个做一个这个攻击 他是一个喷射动力外 这个他的一个船外机 那我再圈起来给大家看的这个部分 为什么用这个红圈圈起来 这个地方呢 他全面有两个像车灯一样的小小突出 你看到没有 然后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地方 这个一般是被认为是雷射测锯装置 跟他的一个撞击引信 这个就是撞击引信 他里面除了有导航系统 有感测装置外 这一艘USV的无人艇 他还有具有这个整个像神风自杀无人艇的爆炸攻击 等于说我准备要撞你的时候 我大概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撞你 距离多久 这就引爆的意思 对 然后他这个 而且据说他至少可以搭载100公斤 到150公斤的这个传统炸药 那威力算是很大 老共号称这个全球最大的这个无人机 他可以载250公斤的传统炸药 那这一艘就可以载到100公斤 已经到150算是一半了 那你再看他中间这边 这边也是一个有一个多摄影镜头的感测装置 然后面这个呢 他是可以跟这个马斯克 最近很红啦 他是不是有一个SpaceX的 他的一个公司 所谓的Starlink 心链装置 他可以用于接收通信他的数据讯号 所以这一艘无人艇相当的这个先进 他是本来用于特种部队侦察用 以及战果评估用的 但是后来经过美国 美国多年来呢 他一直在叙利亚中东地区跟这个叶门 他的大型的军舰 比如说在2000年10月12号的时候 他有一艘伯克级的神盾舰 停在了这个港口岸边 就被叶门的这个军方 他们那个叛军啊 用自杀他们青年党的叛军 用这个自杀无人体土制的炸弹 装到一个小船上遥控 去把这个美军的伯克级神盾舰 炸出一个大洞 所以美军其实这个吸取了这个中东 包括叶门叙利亚这一些 他的作战经验 发现这些其实可以以小博大 可以做一个干扰战术 然后去影响你的战损 所以看来他们自己也研发更先进了 不会像人家那个叙利亚 还有这个中东地区叶门这些 只是用很简单的阳春型的 他就发明这种新的 结果没想到 后来这一种的这一型的这个 无人海防艇 这样的一个USB 还蛮能够这样的一个 发挥他的战场效果不只是用来侦查 评估战果装备 还可以用来这个 这个威胁敌人 所以你就看到俄罗斯的这个黑海舰队 他不但不只往克里米亚去撤 甚至想要离开克里米亚半岛周围 可能移到了更边边往黑海 往这个这个亚述海的这个方向去 就是离开他无人艇的这个范围 所以这个是成功把俄军 黑海舰队逼退克里米亚 以至于乌军他可以在收复乌南的克松州之后呢 他到时候可以进一步攻击 收复克里米亚最重要的一个赫阻力气 但为什么这么旗舰型的军舰 查不出有那个无人在旁边等我 他看不到吗 雷达扫不到吗 我刚刚不是说他的这个雷达的这个低截面积 反截面的这个范围很小 因为他这么小一台 太小一台 然后又吃水很浅 他如果吃水深的话 然后他又大台的话 那很快雷达就扫得到 这个就跟那个巡弋飞弹 或者是这个我们像我们的这个雄二 雄二一雄三 超音速反舰飞弹 他为什么要贴海飞行 因为贴海飞行 接近海平面 接近海平面 你扫不到他 然后你几乎在雷达上 是看不到这个东西在前进的 那个距离海平面很低 他接近海平面几乎黏在一起 所以雷达测不到 所以为什么他吃水浅跑得快 然后因为他在海平面 这样一点点而已 这样子动作很快 所以刚刚亲王带着大家看那一段影片说 有的是那个俄罗斯用肉眼目视 然后就用机枪 后来挺上了这个机枪去扫射 扫射不到啦 那太快了 而且你没有办法定 精准定位你的那个目标 只能这样子散弹打鸟 是一排的这样机枪 那你只能可能破坏到他 那有的这个画面一下变黑画面 一来就是 要嘛就是他可能引爆的 要嘛就是直接撞击的 好 另外一个我要跟大家讲说 二军很拉洒 他把沙石放在这个装甲车的这个引擎 为什么 他想要让这个装甲车 能够避免像我们一般来讲说 叼车 他的这个油量不够 因为现在二军在乌冬的战场上 还有乌乃的战场 面临他的装备不是被这个 他们丢归技甲油料不足 要不然就是说他们被这个 对装备很差 他干脆 然后再加上油料不足的情况下 你可能会让这个 这个他的一个这个装甲车 没有办法推进 那他干脆就把 因为油料没有办法往前线送 他干脆就把沙石做一个这个阻拦 然后能够减缓他来 这个他的一个这个引擎的这个运作 能够让他不用靠一几个油的时候 他还能够维持他既有的这样一个动力 可是这样子很容易破坏 他引擎的车就坏了吧 他的这个动力 你不小心你把那个沙石 挡住了那个引擎 那你如果跑进去里面的一个 这个轮机的基建底部的话 你反而会造成你的装甲车的这个寿命 那根本是不想打仗啊 找个借口找个方法车里而已 所以我觉得二军的天兵啊 真的是想 想破头真的很天 所以你看到他们在无次序的在 这个跑这个这个等于是逃命 因为他们受到了乌军的炮击 乌军自从拿到了M拐拐拐 M200洞 还有海马斯的这些远程的火箭 多管火箭 还有这些精准的15动公里的这个炮弹 对于这俄军来说 他可以精准的 再加上你看 CIA的这个局长都去了 这个乌克兰基辅好几趟 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战场上的 军事情报的这个交换 你想想看他们均准的掌握 俄军的军事指挥所跟他的节点 对 还有他重要的一些军事设施 所以俄军呢 只有逃跑的份 那逃跑的份 他又不知道乌军的这个炮弹 他又定位到哪里 以前我们在看到很多的战场上 你只要想办法隐蔽一隐蔽 甚至是趴下来就好 现在不是 乌军只用了这个美军 跟这个德国北约国家 他们的炮弹 几乎都我用可以说长眼睛来形容 为什么长眼睛 因为我刚讲M乖乖乖 他著名的是什么 M-982M-982的神舰炮弹 台湾也会买得到 那个就是几乎长了眼睛 因为他是靠GPS卫星定位 他不是靠你说 炮弹砰砰砰砰砰砰砰 这样子散弹打鸟 像刚刚我们看到 俄军机枪在扫射 俄军的舰艇在扫射 那个无人体一样 他可以定位你在哪里 就直接打你 你只要人在那附近 几乎都死伤整机一片 所以乌军他这样子攻击俄军 他当然只能四处逃窜 他又不知道说怎么样的一个 下一个这个炮弹精准定位点在哪里 糟糕的是 俄军我觉得乌落偏逢的业余 之前在卢干斯克 跟这个盾内斯克的共和国里面 就看到他们的这个民兵 清俄的这个民兵跟武装部队 用的是什么旧装备 我就跟大家讲了 那个旧装备 你仔细看他的那个枪管 还有枪托的这个部分 这个右边比较看不清楚 左边那一张你看 他那个枪大概是很长 很长你会觉得说 怎么现在还很少看到到 这么长的枪管跟枪声 以为是二战的枪 的确他不只是二战 二战的枪拿出来用 还是一战时期的枪 一战时期 从1891年他就问世了 你想想看 打过八国联军 义和团的八国联军 清朝时期到现在 八国联军 第一次世界大战 还有俄国的沙皇 跟这个共产党的这个 在战争的那个 这个斗争 然后一战之后的所有 你看历史上的战争 二战的这个前后的战争 包括越战啊 还有阿富汗的这个战争 全部都打过 包括俄罗斯后来又出动了一个 PPSH 4-1的这个冲锋枪 这一些都是俄军 他用的这个旧式的装备 那个旧装备 我刚讲的那个墨西纳干部枪 他是五发枪弹 子弹装在枪机里面 有一个18的这个枪弹 可以再斗上去了 但是后来改良了 可是你想想看 他的这个射击的距离 只有到548米 现在的这个部枪 动辄800到900 800到900 甚至1000米 那你这个548 射击的距离 不到人家的这个一半 而且你是五发五发的 像那种单发典放 那种后座力应该很强 一打就欧千 一打就欧千那一种 所以 而且他们是三个人拿一支 因为后座力太强 三个人拿一支墨西纳干部枪 那你想想看 后座力强 然后不习惯 然后枪械 枪械军备老旧 然后数量又不够 这个是连 这个乌克兰看了都觉得摇头笑话 乌克兰虽然军备也一开始不是很足够 但是随着美国军演跟这个北约军演 他们拿到了新式的装备都是最先进的 反而俄军用这样的一个旧装备 反而你看那乌军用这个UR拐拐扫雷 因为他知道俄军在那边碰了一大堆的这个地雷 UR拐拐是北约现在正式 自制用的这个扫雷车和扫雷装备 他的一分钟可以侦测到 至少40枚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地雷 还有侦测侦测他的一个人员吸行是杀伤式的这个布雷 所以当乌克兰用这种最先进的装备 对上你俄罗斯还在用一战 一战以前19世纪的步枪 你不觉得说俄军的战斗意志非常的薄弱 而且当装备不够的时候 就是你部队准备落跑的时候 那你这个时候还不赶快趁这个阶段 赶快后撤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否则你有很多这个军事设施啊 准备就是变成这个乌克兰的肉把子和目标来打 所以像俄罗斯应该赶紧的撤退到所谓的防线之后 但事实证明其实乌克兰已经有能力可以打克里米亚 所以像赫尔松应该收复的差不多了 所以赫尔松是已经近代乌军跟这个俄罗斯的部队呢 可能有一场非常重要的大战 那刚刚竞平有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现在这个俄罗斯的部队呢 这战斗意志很薄弱 你知道战斗意志薄弱到什么程度吗 我看到有一支影片 这个影片呢就是标准的俄罗斯国家代表队炮灰 什么叫国家代表队炮灰 就是俄罗斯政府呢派了一个国家代表政府的代表 去对一群这个动员兵 因为普丁现在动员的号称动员30万大军嘛 这些动员兵 这个普丁派的代表去跟这些动员兵去训化 就训化的时候呢翻成中文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亲爱的新兵 你们不是炮灰 你们是训练有数的士兵 哎你要想说 就算你要称赞人家训练有数 你前面讲说你不是炮灰 这句话一讲出来之后 你是底下士兵 听了你也觉得心里很凉嘛 就你知道那个画面里面 下面真的有士兵 被动员的士兵听到了之后 非常激动的跟这个国家代表讲 讲什么呢 他说这个我们就是炮灰 我还有八岁的小孩 我还有一个六岁的小女儿 他说我们现在就是炮灰 你没有给我们该有的装备 然后都叫我们自己花钱买 训练时间又不够 如果这不是炮灰 什么才叫炮灰 普丁派的代表 就这样被一个底下大兵训话 所以请问你 他战斗意志怎么会高昂 但是对于乌克兰来讲 刚好呈现相反的状况 各位什么是相反的状况 乌克兰现在在做 这个兵力的动员 你没听错 俄罗斯在动员 乌克兰在动员 但乌克兰为什么要动员 乌克兰的这个军方 直接告诉你一件事 他说我们乌克兰为什么要动员呢 因为非常简单 因为我们接下去的任务 不是只有守卫国土而已 我们要收复师徒 收复克里米亚 是不止克里米亚还有乌冬 所以乌克兰方面告诉你说 他现在都为什么要动员兵力 因为只有动员呢 他才有办法收复完整的师徒 两边动员的意义完全不一样 俄罗斯现在动员是去当炮灰 但对乌克兰来讲呢 我就是要收复我乌克兰的师徒 把乌克兰的师徒 从俄罗斯手上解放出来 两边意义差很多 所以你看在实际的赫尔松战场上 这是赫尔松战场的状况 这个就是赫尔松城 各位注意这一条就是什么 这一条就是地涅薄河 所以这个俄罗斯人在做一件事 俄罗斯人呢 在想办法把这个赫尔松的市民呢 撤退到这里来 把官员撤退到这里来 撤退到地涅薄河的南岸这个地方 但你看这个地方 有个被轰炸的地点 这是什么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连结地涅薄河 北岸跟南岸的安东诺夫斯基大桥 这个地方就刚好成为 这个乌克兰 用海马斯多管式火箭轰炸的 把子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里面乌克兰这张图出来 告诉你什么 他在告诉你说 从图上你可以看得出来 我已经秒准了 锁定了 我该锁定战场范围 我都缩小的差不多了 我已经要把范围 集中在赫尔松城里面了 所以他在说赫尔松城 会不会有巷战 有城市战 这个拭目以待 所以从乌克兰的讲话 你可以发现一件事 对他们来讲 现在士气很高昂 所以这也是战场上 另外一个新的状况 什么呢 你看到在赫尔松这个地方 我们刚刚是不是告诉大家 他已经尽量把他的战场范围 集中到赫尔松城这个地方 所以各位 赫尔松很大 这是赫尔松城 这边其他很大的地方 对乌克兰来讲要干嘛 要国家正常化 你俄罗斯之前埋的地雷 我们要一个个把它排除掉 所以我们今天也看到一个画面 是什么呢 是乌克兰人用UR-77的扫雷车 在做排雷的动作 那排雷的范围很壮观 因为这个排雷车又很不一样 什么很不一样呢 各位你知道这UR-77的排雷车 是谁发明的 是苏联时代 也就是俄罗斯发明的 但是制造地点在哪里 生产地点就在乌克兰 所以乌克兰有这个UR-77的排雷车 很多台 所以你看画面里面呢 他排雷方式为什么很特殊 你注意看哦 他不是一颗一颗去排除地雷哦 他的做法是 一次把这个排 半雷所丢出去 丢出去之后 你看为什么引爆你知道吗 因为他的半雷所丢出去的范围 大概是6米到90米左右 6米到90米相当于一个街道的宽度 所以他一次范围 你看他的半雷所90米这样射出去的时候呢 中间引发的冲击波 让旁边的地雷会一次引爆出来 一次6到9公里处理 所以他的好处是 他确保 6米到90米的范围之内 你看他就开始引爆 6米到90米里面 只要有地雷的话 都会被我引爆 所以我的大兵呢 在这90米的空间里面 安全了 是安全的 是空是OK的 所以他可以一次大范围的 清除很多排的地雷 对乌克兰来讲 你知道他在做什么事情 他要尽快恢复他国土的正常 尤其是在这个 我们说乌克兰的南部 这边是他的农业重症 所以他也要让他自己的农业重症 赶快恢复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 乌克兰现在动作呢 一方面是在收复失土 一方面呢 是在想办法 恢复国土的正常 离泰院的欢乐万圣趴 竟变成推及踩踩 惨重悲剧 事发当时也夹在人群中的民众证实 确实是人挤人挤到前胸贴后背 人太多多到几乎无法呼吸 小小的窄象 约45公尺长 4公尺宽 为何能涌入难以估计的人潮 美国媒体CNN记者 到场了解状况时 还有人就气得在旁边狂吼 怒问政府在哪里 这次南韩离泰院的采大事件呢 上百个人死亡跟伤害 这几件事情当然我们希望 适者安息 但重点是这件事情 我们要想到台湾的大巨蛋 还没有开始 但其实大巨蛋隐忧还是蛮多的 这位是前金发局局长林中明 他就说了 他说逃生的时候 有办法优雅避难吗 他其实讲的其实比较含蓄 他的意思就是说 大巨蛋如果要逃生的时候 他认为没有办法 有人可以优雅避难 对没有错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 这个离泰院的事情 目前为止呢 外国媒体 这个所有的媒体 就是归咎四个原因 为什么会突然死伤这么多人 第一个原因 当然是人潮的拥挤 因为我们看 就是说事发当时的这个巷子 他是在一个著名的 汉米尔顿的饭店的旁边 那这个巷子呢 大概是四公尺宽 四米宽 那平常呢 大概最多最多了 大概是五六个成人 大概可以在这个巷子里面 这个擦肩而过 那你想想看 这四公尺的巷子 你看这个画面 听说上万人 对十万人涌进去 当然十万人是涌进 整个离泰院这个附近 我是说光是这个巷子 你觉得这四五 这怎么可能只有四五个人 这大概十个人吧 超过十个人的 这个小巷子 好这是第一个原因 就是说这个溶流人数 已经真的太多了 那第二个 就是说他发生事故 我刚刚讲说这个四米巷 他其实是一个斜坡 你可以想象 那个斜坡 如果大家开始推挤 推挤 跌倒的话 对 你就像骨牌一样 一个跌 一个 所以说跌了七个人这么高 又在上面 对 因为他就是一个斜坡 那你刚刚推的时候 你已经没有办法再后退了 所以很像骨牌一样 这样子整个跌上去 那所以这个就发生一个悲剧 那再来 就是说救援 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进不去 对进不去 那虽然说警察局说 他十点十八分 接到第一个报案 问题是警察局赶到的时候 他很快 他十点大概二十二分的时候 就赶到了 问题是你救护车 警察他只能在外面 他根本就进不去 所以你看人这么多 再加上说虽然有人呼救 但是我们知道说 黎泰院这边 有很多的酒吧 很多年轻人想去 pop酒吧这边狂欢 那时候当下店家都还在放音乐 你看说不要急了 不要急了 不要推了 我呼吸不过来了 可是你看那个音乐声音 那么大 听不到吧 大家呼救 根本就听不到 你更不用讲警方 还要在那边疏散 疏散这个都花时间了 所以最后一个原因 因为通常发生这种踩踏 人这个没办法呼吸 大概黄金救援时间是四分钟 他是被窒息闷死的 对 你可以看到很多画面 很多人被挤到那个脸都发黑了 然后胸腔给发黑 是 所以那个救援时间是四分钟 一想看你接过报案 再加上救护车 要赶进来 挤进来 要疏散人群 早就超过黄金救援时间了 所以重归了 人太多 救援来不及 都是造成这一次 死伤惨重的一个原因 那当然 你刚刚会 刚讲说 离泰院发生这件事情 很多人就会担心说 那这个我们的大巨蛋 那当然了 有些朋友会讲说 那怎么能够相比呢 因为这是一个开放的空间 大巨蛋是密闭的空间 那这个可能没有办法比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开放的空间就已经这样了 密闭空间不是更恐怖吗 那所以呢 那这个我们知道说 因为大巨蛋 他可能预计是明年六月要试营运 明年九月要开始正式的 要开始营运了 那大家担心说 那大巨蛋会变成一个公安的一个危机 那今天这个林周明 他在脸书上就有发文 他有提醒两个点 他第一个点 就提醒说 因为我们现在在做这个测试 因为你只能用电脑做模拟测试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正式的营运 那毕竟你这个电脑的测试 他有两个部分 他认为是有问题的 他认为说有特定的委员 把这个设定的部分 把它改掉了 第一个部分 照理说你逃生的这个熟悉度 他当时的设定 逃生的熟悉度 应该是不熟悉 可是他把它设定改为熟悉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大巨蛋 我们一年能够去几次 你就算去听演唱会 你也不可能天天去吧 那更不用看棒球 你也不可能天天看 所以基本上你每个人去大巨蛋 对那样子的环境 是非常不熟悉的 都是不熟悉的 你更不用讲说 他里面有很多 有商场 有餐厅 有电影院 他的那个很大 还有停车场多大 所以基本上你要怎么逃生 你要怎么样指挥人家逃生 因为他设定是十五分钟以内 要把这个里面的人数六万人 预计是六万人 你要十五分钟以内 把他引导到户外的这个避难空间 有办法吗 对 大家会觉得说你有办法吗 因为你第一个 对这个环境是不熟悉的 第二个 电脑设定 他把它改成不知所措 把它改成那个泰然自若 这个就是跟大家的这个 我要讨论人说 还在泰然自若 怎么可能 比如说你大家讲火災发生了 快跑 大家你会觉得我很优雅 我很镇定吗 那我call你大部分人都说 啊就开始比较惊慌了 所以等于说电脑两个设定 你把一般人应该正常反应的 他把它设定成 大家会觉得比较奇怪 怎么会泰然自若跟很熟悉 所以林周明针对这个部分 是提醒说 未来我们在做压力测试的时候 照理说应该要把这两个因素 都要考虑进去 其实我知道大巨蛋 他有分成打棒球 或开演唱会那个圆圆的地方 旁边有商城对不对 还有电影院 还有什么办公室 他真正有可能出现疏散 来不及是在哪一块 好 我们告诉大家 因为这个台北市前都发局长 林周明他说讲出来的话 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他之前负责的角色 叫做大巨蛋的安全把关 所以他对大巨蛋的事情 他非常的清楚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他讲了一件事情 因为大巨蛋 你要完工之前 在防災避难 他必须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他要先用软体去模拟过 他的避难的状况 那避难的状况呢 所以他要设定条件 设定什么条件呢 我要先假定说 我如果现场的现场来的这些人呢 他都不知道怎么逃难 他如果来的心态呢 我都很紧张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是一种设定 他的逃难方式是一种状况 但是很奇怪的是 林周明的讲法就是说 台北市政府竟然选择说 我到现场来的这些民众 大家都是很冷静的 然后大家都知道 该往哪个方向逃生 所以呢一旦出事的时候呢 应该按照这个软体模拟的结果 都可以跑得掉嘛 所以这就是林周明讲的 你的那个前提 会不会太奇怪了 你刚刚是看 这次梨泰院的事件 我请问你在现场里面 你认为现场大家很冷静吗 你认为大家在现场 都知道逃难的路线吗 很显然逃难 你一定是抓最坏的状况做打算 怎么会抓一个最好状况做打算呢 这很奇怪 再来给大家看一下 为什么会让林周明 去把大巨蛋拿出来讲呢 各位看一下 这次在讲梨泰院 你想那个小巷子周边 有十万人涌进 可是各位远雄当初在申请 大巨蛋的时候 送件的时候 他是按照台北大巨蛋园区 可容纳十四万两千零九十六人 去做规划的 所以当初送件的时候 各位看一下 刚刚小玉所讲到的 在整个大巨蛋园区里面 这个是商场的部分 这个蓝色的是影城的部分 黄色的是大巨蛋的部分 第一栋这个绿色的 这是办公室的部分 然后这个一栋 这个是旅馆的部分 大巨蛋里面就一二三 三四五 有五大建筑物 但各位注意看一下 五大建筑物 我刚刚是不是讲 当初原始送的时候 是十四万两千零九十六人 对不对 人最多的集中在哪里 人最多集中在这一块 商场 在商场 然后以及大巨蛋的地方 大巨蛋这边 有六万三千一百六十九人 然后商场的部分 五万三千四百五十八人 两个加起来 十一万六千六百二十七人 各位他靠在哪里 这一条叫做中校东路 这条叫光复南路 然后 他靠在台北市车潮 跟人口最密集的 中校东路跟光复南路 请你想一件事情 这个地方如果要办跨年的时候 人潮又以集中在这里为主 请问会发生什么事 要跑没地方跑 要跑没地方跑 文豪你讲到重点 要跑没地方跑 这件事情 要救援 很难救援 这件事是谁讲的 一样是台北市政府 自己讲的 也不是我们讲的 这是台北市政府 2015年那时候提出来的文件 在这个地方 当时他们在提公安问题的时候 各位注意一件事情 图上面两个地方画给大家看 一个在这里 一个在这里 上面都告诉你什么呢 消防车难以靠近救灾 为什么 因为这边都有车潮跟人潮 有中校东路跟光复南路 这里也告诉你 消防车难以靠近救灾 两边都写消防车难以靠近救灾 那我想请问一下 当初为什么会有这个状况 很简单 台北市政府2015年告诉我们的是说 因为它量里盖太多了 现场能够疏散空间太小了 所以到时候要逃难 尤其是遇到像火灾 这种突发状况的时候 会更有困难 为什么特别讲到火灾 刚刚明玉讲的是对的 这个我们讲离太院的事件 那个是开放式的场合 但封闭式的场合 遇到火灾怎么办 火灾的情况 在封闭式场合 那个灾情一定是更严重的 闷在里面烧 闷烧的情况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当初台北市政府提出 这一份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特别注意到了 结果呢 这个台北市后来告诉大家 我们知道远雄提出来的申请 确实当初是14万2096人 没有错 但是我们市政府审查的时候 已经要求他 你的园区最大容留人数 就是园区最多 只能够有59000人在里面 我规定就好了 可是文洋问题在哪里 你楼地板面积没有变 你人都还是进得去 那你怎么确定 你要确保你整个园区人数 都一定可以控制在59000人 你明明可以容纳人数 就是可以到14万人多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当你讲出来说 我用规定规定他 就是只能59000人的时候 那人家议员就问你下一个问题 请问你怎么保证做得到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你看哦 就即便台北市前都发局长林周明 他都已经卸任了 他2018卸任了 他卸任完了之后呢 他还是在问同一个问题 请问避难跟防灾的事情 大巨蛋真的能够保障吗 他用模拟软体这个部分拿出来 告诉大家的时候呢 坦白说 其实我听了 也是觉得心惊胆跳 请教媒姐 林周明是前都发局局长 我记得他当时也是因为 大巨蛋的关系跟市府买哈 他是被fire掉的 他当初是用说他社宅 盖得不利 用这种理由把人家斗臭 然后请走的 事实上最主要把他请走原因是 他是一个大石头 党在那边 只要他在 大巨蛋的都审就过不了关 林周明先生呢 在他这一篇脸书上面就有讲 他说李文中 李文中大家很熟吧 科匹的同学吧 李文中之流就会对他咆哮 就说只要林周明在 都审就过不了关 大巨蛋 所以一定要把他弄走 那果然弄走了以后 我不想就过关了 为什么你知道吗 弄走之后就换评审委员 有些评审委员是非常坚持的 那么当然市政府就挑 配合度比较高的评审委员 那这个是非常荒谬的 各位来想一想 六万人 我们就算他真的都很规律 好不好 就是只有六万人 那你知道吗 他那个他是下层式的 最深是到地下十点五米 这等于地下三楼的高度 对不对 你真的发生火灾的时候 你把它想出十五分钟 可以疏散完毕 两个前提 你第一个前提是所有人都知道逃生 洞线在哪里 我请问你 你去餐厅你会知道说我的逃生门在哪里吗 你会去操吗 一般我们也不会特别注意 应该都不会有人去嘛 去那边玩的 谁会去嘛 我去听演唱 我坐下就开始听了 就开始嗨啦我 所以现在地方那么大 怎么可能去勘察呢 第二个就是刚刚讲的 你遇到事情的时候 大家都泰然之落 非常优雅 如果不设定这两个参事物的话 对不起 过不去 所以为什么 他说这是一个假象的通过 假象 对 而且他说他有留下这个 留下历史记录嘛 那事实上这些就是说 你把林州民搬走了 你配合度高的这个评委 就让他过了 但是柯文哲你在草间人命嘛 你知道非常恶劣 恶劣到什么程度 挂羊头卖狗肉 因为如果依照 我们的建筑法规是这样 如果你开演唱会的话 你地下只能到7公尺 我们刚刚讲 地下7公尺大概就两层楼嘛 地下2楼嘛 他是10.5公尺 多了2.5公尺 那这道理说 你能开演唱会吗 不可以吧 你知道柯文哲他们怎么讲吗 他说我们这个不叫做 演唱会场地 我们这个叫做运动场 所以不适合用这个规定 但是各位啊 你知道吗 他们的规划是这样子的 大巨蛋一年有六成以上的时间 是要开演唱会的 所以也就是说 他用大巨蛋 是运动场的名目 规避要来开演唱会的事实 所以来规避掉这个规定 那人家说那可是不行啊 你开演唱会 你是要申请啊 对不对 那你 你就一般消防设备 就是要在 你就不能超过7公尺嘛 你这样就不对啦 那开演唱会的时候怎么办 你知道他怎么说吗 他说 那就每一次就来逐案申请 好 问题就来了 如果你是消防设施 常态性的符合这个法规 你就是这样嘛 你就要七公囚 你现在用逐案申请的话 那我请问你 财良权会不会很大 可不可以放水 应该为了让他过就过 对 所以就用挂羊头卖狗肉的方式 来逐案申请 对 来让他申请 好 再来柯文哲 他一心一意 本来他急着大巨蛋 看能不能赶快能够来营运 那变成他的政绩嘛 后来他不是在骂吗 他说中央卡蛋还记得吗 说营建署卡蛋 对 说营建署卡蛋 说消防署卡蛋 搞了半天什么 内政部营建署严格把关嘛 因为好多东西 你根本资料不完全嘛 再来消防署这边 你万一火烧闷烧怎么办 燃烟检查 这个很重要吧 好 远凶一直都没有交付资料 一直没有做模拟 那你当然要卡啊 你市政府为什么不去吹呢 结果你柯文哲讲出来 就是变成说 中央为了要卡你 为了怕你选总统 变成这个样子 可是不是 但是就是因为消防署的坚持 他说远凶妥协了 远凶真的就去做了 那我请问你 第一线的不应该是台北市政府吗 那你台北市政府 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 离太院尚且如此 如果发生在一个这么大的量体 它非常非常的大 那万一有推挤 有火烧该怎么办 你这些所有都完全是不及格的模拟 用这种假象来告诉我们 最后我要讲 黄珊珊她说什么 黄珊珊说 我们都有 柯文哲说我们有SOP 黄珊珊说我们降低了容量 这个我们没有照规矩的 一切都可以看的 讲了一副神定气贤的样子 可是各位你知道 昨天发生什么事吗 黄珊珊她不进总成立吗 也邀了蛮多人来的吗 然后你知道怎么样吗 被骂死了 她封入周边的交通管制 一塌糊涂 苗栗县最新的民调 我们来看到 国民党 之前是中东景跟谢福宏吗 那之前都说是中东景 有大幅度的领先 但我们看到现在是 民进党的徐定征领先 选定叫24 中东景21 谢福宏8 这个要看看文学议员 你怎么看你们苗栗 在地的选情的改变 我对中东景的意见 不只是他这次参与宪章 我在议会跟他对抗四年 我对中东景这四年来 都非常有意见 尤其是我们现在 正在开苗栗 最后一次定期会 过去中东景议长 都是亲自主持会 因为不要让我们 这些小鬼头 在议会里面乱搞 这一次定期会 他一天都没有出现 因为他在选他最重要的现场选举 完全不顾议员 以及议长的本质 那为什么他的发言人 会把他拿一根曼德拉相比呢 就是他过去犯下了 这个杀人未遂 然后伤害致死 以及总统 跟这些有犯罪过往的 这些挂联 那他的发言人 就是想要让大家 说他已经反悔了 已经有这个 服过刑付出代价了 那大家要给更生人 一个机会 当然犯过错的人 受了法律的制裁 然后经历过坐牢 或者是付出相对的代价之后 我们当然应该要容纳 应该接受到回归社会嘛 但是他拿 他这个因为暴力的行为 而犯下的 而被法院制裁 跟追求自由民主 然后被集权国家 迫害的曼德拉相比 根本是完全错误的类比 就只是 我不晓得他支持者 买不买单 但我们显然是不买单的 根本就是乱比喻一通 那接着打下去之后呢 钟钟景又开始在装可怜了 又开始出来 他的脸书 每天在看就像是一些 抒情文小说一样 不管是 说他太太受到委屈 说他女儿受到委屈 现在又说他的发言人 受到委屈了 然后就是说 他的发言人受到很多的攻击 但如果大家要 讲他是苗栗曼德的话 他欣然接受 真的是 我觉得是脸皮 真的是非常的厚啊 那钟钟景 为什么跟谢福宏 这个持续的拉持 其实一开始 钟钟景想要选县长 这个大概是去年年中 就已经地方就已经盛传 他在布局很久了 钟钟景就已经在布局了 那当时钟钟景 当然是要争取 国民党的提名嘛 对他来说还是最有优势 因为在苗栗 传统一直以来都是蓝大于绿 但是呢 最后却因为他是黑道 也不能选 是谁说他是黑道的 是朱立伦 朱立伦说 排黑条款是民进党的天 是国民党的天条 是不能够破的 所以因为他过去的黑道背景 所以不能够提名他选县长 但钟钟景还是评估说 我出来用五党籍选 即使被国民党开除 我应该还是有胜选的机会 所以他还是宣布 但是他这个宣布参选 就是他的最高点 我们都说钟钟景 开高走低 他一开始的支持度 可能有到接近四成 一路一路往下走 那接着谢逢出来之后 一部分的国民党基本盘 转到他这边 接着钟钟景 自己五月的时候 开的记者会说 他不是杀人 而是杀人未遂 不是强奸 而是童奸 那那个已经 这个西瓜道事件 已经让他元气大伤了 接着财产申报之后 发现他有非常多的土地 还有他的沙石的事业 那现在我们又开始 针对他的这些 不管是过往 还是现在进行是 他的土地违法堆置沙石 他在议会利用议员的职权 这个干涉修法 涉嫌违反公职人员利益回避法 等等的 让他的民调 就是一路一路的不断的往下 那徐定征呢 就是稳稳的 慢慢的 好好的去跑18乡镇 不断的办问证说明会 一步一步的提出我们的政策 然后告诉苗栗人 这一次是翻转最好的机会 我们要来一起共同的支持他 那其实在8月的时候 民调就有很微服的领先了 但是互有输赢 都在误差范围之内 这一次离选举只剩下 大概三四个礼拜的时候 超车了 而且有一个比较小段的领先 那这是一个好现象 可是呢 还是有三成多的民众 是还没有决定的 那这些人到底是 比较隐性的选民们 还是他是畏惧于中东景的 这个不敢表态 还是他现在其实还没有考虑 这个其实都是各方阵营 现在都极力的要去争取 可是现在看起来 的确就是中东景跟徐定生 这两个人在争夺 最后谁到底是有可能胜出的 所以中东景的民调 是节节的往下 明依姐请问 他为什么会节节往下 不是说他声势很强吗 到底谁害了他 自己害了自己 我必须讲了 我是真的就政治论政治 我是认为说中东景的打法 确实是有问题的 因为坦白讲苗栗 就是我们一般的选战观察 就是苗栗 他是比较偏陆战的地方 那中东景他也是以陆战见强 包括你看他一个议员 或是说 耕耘蛮久的 对 其实坦白讲他打陆战就好 偏偏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是要一直打空战 那大家为什么会知道说 他这个有黑道的背景 也是他自己啊 自己开直播在那边讲 什么脏气外露 我讲的那个黑白配是高潮 对啊 脏气外露 都是他自己讲 后来大家才知道说赫然才发现 原来这个中东景 你过去的一个黑历史 那他千错万错的 最不该的 我认为说他是去跟柯文哲合体 可避害了他 对 那柯文哲呢 那时候跟他合体 那媒体就开始帮他灌上黑白配 那黑白配的话 那你看后来这个柯文哲 不是被党内自己抗议吗 黄珊珊切割 然后那个高宏安切割 然后另外呢 柯文哲为了要平息党内众怒 就去接受了媒体的专访 然后突然呢 他又开始自比耶稣 自比神父 还说中东景做了坏事 所以我为了呢 就是我自比耶稣跟神父 还要确保他不会做坏事 那我是中东景 我一定觉得很衰 干嘛是我豆腐 对啊 我来跟你合体 那我本来是想要借重你民众 民众党的力量 就没想到 我还变成你柯文哲 口中认证的坏人 哇那这下子媒体 整个就全部黑白配 就整个洗都洗不清了 更衰的 其实不止中东景 还有陈景祥 因为后来 柯文哲不是嘴秋吗 他不是议长 对他还讲说北台湾 哪一个议长不是黑道 他其实是要拴朱立伦 那意思就是说 因为大部分议长都是朱立伦 国民党提名的嘛 就一扫 扫到了这个 这个扫到了陈景祥 结果不扯还好 就一扯 哇这这几天 中东景的这个声量 尤其是负面声量 你看包达百分之七十八 都是负面 你只要打什么黑道 黑金 杀死 甚至打到柯文哲 全部都会变成中东景 都是负面声量 那我们台北市议长呢 更衰了 陈景祥负面声量 比中东景还要高 高到百分之八十七 你只要打黑道 或打柯文哲 哇塞 陈景祥就全部都是负面声量 那柯文哲知道说 现在汉采人陈景祥 因为我必须讲 因为我是大安文三 陈景祥也是大安文三 这是陈景祥的选情 非常非常的紧张 你不要以为议党就问了 这是他有可能会落选 因为国民党在这边 已经是过度提名 不只是过度提名 他还包括就是说什么徐振文 报备的 还有还有另外 还有曾献营 都让他报备的 一半会没上 对 曾献营是报备的 徐振文是自己参选 等于说国民党已经是参选爆炸 所以陈景祥真是非常紧张 不要以为他是议长 他就问了 结果现在好了 因为柯文哲影射是黑道 柯文哲知道自己错了 29号还登门拜访 还去有点像那个 洗门风去给他奉茶这样 问题是你是在大街上 现在全媒体的人都知道 你在影射陈景祥 所以柯文哲还很故意说 我猜陈景祥不会告我 你知道陈景祥现在是 哑巴斯黄连有苦说不出选 已经够艰困了 还被柯文哲给上来这一笔 所以我认为说 这两个人最后悔的 就是跟柯文哲沾上边 我是佩服朱立伦 他不会提有争议的中东景 那因为这会有外衣效应 这不会只有苗栗线 绝对从苗栗往北竹桃 然后这个北北基 然后往南台中云林彰化嘉义 所以苗栗线四年一次选举 输了就输了嘛 输了下次选举就是民主政治 就是往前推进啊 但是如果你一旦提了 有争议的人话 你这个就会沾上了一个污点 而且你以后就会变成一个 被人家讲地方派系所挟持诟病 刚刚听文学议员讲 我相信苗栗有很多的派系的争议 和争斗 中东景 徐耀昌 还有包括去帮他站台的陈超明 还有我们现在国民党的 这个刘正宏前县长都是一样啦 你不要说他们不是地方派系 问这个苗栗在地人 在地的议员就很清楚了 所以全部都是 就是派系嘛 派系的利益大于国家 大于这个什么 乡亲大于这个苗栗县 大于县政府 大于县民 也大于政党 我觉得看了会让人家很逗大 很无奈啦 所以我会觉得说 我会做好心理准备说 谢福宏 我们会继续抢救他 或许有人说 国民党放弃谢福宏 我们放弃谢福宏 干嘛韩国瑜去救他 干嘛朱立伦去帮他 或许你说不管派韩国瑜 派朱立伦 派卢秀燕还是侯友宜 去帮他站台 可能都还是这样子 8%9%可能拉不起来 我觉得我们努力 就是努力了这个过程 你过程不能不做 中东景或许有他的实力 这我不否认 不管是那个实力 是用钞票换来的 还是用钱换来的 还是用什么换来的 或是用他长期累积的地方 服务金和条花咖换来的 或许像我也听过说 我在苗栗 我妈妈是 我妈妈自己是苗栗公馆的 我们那边有一些朋友和亲戚 我知道说那边的长辈有讲说 台面上很多 我们国民 他都讲我们国民党 来营的一些政治人物 地方 我在讲他们讲的一些 是乡镇市长 乡镇市民代表现议员 有些可能有过去 跟中东景合作过的默契 或者是受他照过 怎么样 不得已 就算不帮中东景站台 不站在他那边 也不能帮谢福宏 我听到的是这样 就是说你不能帮中东景 你不能过去帮他 他有人情压力 甚至可能碰到党记 因为刘正宏也在看 因为当时 这个徐耀昌第一时间 跳过去站台 他就赶快把这个 就算是党籍处分 还没开始落到的地方 他就直接报到了党中央 包括那个撤销党籍 还是什么呢 像陈超明 他是被这个停权 他是因为上次 那个涉探案件 所以国民党也做好了 兼臂亲野的这个动作 你这些人要过去 那你就可能 不会留在这个 国民党这边 所以我才会拜托大家 大家还是能够团结 支持这个 我们国民党 自己提名的谢福翁 能够团结就团结 国民党在苗栗线 真的没办法说 不要像这个 我听到了 有些人就是保持中立 也不帮中东景 也不这个帮谢福翁这边 作弊上关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会在苗栗 变成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 我当然觉得说 这个搞不好会加速 我担心的一点是 这个民调 因为太早 今天公布了之后 会不会变成谢福翁更低 然后票就变成 就是有点 我在讲气宝 跑去那个中东景那边的 那种状况 所以我还是希望说 能够把这个谢福翁 能够支持他就支持他 当然支持我自己 国民党提名的 这个党籍候权 就算他没有选举经验 但至少没有争议 所以我才说 输要输得其所 那至少对得起 宪明 对得起整个苗栗 和对得起 我们的所谓的政党政治 起码不会造成一种 骨牌的这个效应 至于这些什么表态支持 我觉得都是地方派系 地方派系 这些长辈 这些人都会老 都会走 那至少年轻的 这些人都会帮助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